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肥安天 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做香港的新闻都会很少人看 昨晚做直播都是 足足不见了一千人 直播 不过都是这样 区议会88个直选议席 加三重关卡 行政主导 连副主席 主席都不关你事 这样 究竟还有没有选的必要 这些是很多人心里面的疑问 那结果这个条例一出 我不要说其他人来不来 民主党还没表态 因为收责到这样 基本上你进到区议会还有没有作用 这个就是值得大家深思的 那结果明报打电话给59个非建制派的区议员 他们包括民协 民主党 或者一些独立人士 或者过去是公民党 脱了党的 结果真正回复的 只有一个人表态 表态积极考虑参选 就是现任西贡区议会副主席蔡明熙 他说如果完全不参与 空间就是零 跟着当然另外那七位不考虑再选 就是做了这一届就算了 他说这个不是参选与否 而是选到都做不到事情 看不到有参选的原因 这个是官堂区 区议员判任为真 跟着深水埗区议会副主席五月兰 所谓的参选门檻 只是给自己人搞到好像立法会选举一样 选来没什么意思 当然深水埗区议员麦慧明 甚至北区区议员张晋伟 还有深水埗区议员袁凯文 不是袁凯文 这个是民主党 是唯一一个民主党出来表态 而黄大仙区议员 谭向文最热冲选举的 什么选举都参加的 他都说做了今年 那当然了 唯一一个外国势力的就是 南区区议员司马文 都不玩 还有五十一人考虑 如果你说有没有新人加入 即是非建制派 我想没有 而这七个人不选的话 其实 以现在的看法 有没有几个人进去都成问题 这个是民主的溃败 民主的倒退 一次过倒退 到了1982年之前 但是最可怕的 我们李家超 我们特区之首 他讲的言论 令我更加震惊 撥乱反正 为区议会指明方向 你老几 基本法 基本上不存在 看到这些新闻 其实 当然不开心 但是另外一件事 我们又可以看到 好像民主派 中正的联署反对区议会新制 然后两局长在Facebook 发文批指鹿为马 政府大幅修改 区议会制度 包括恢复委任制 各方面 由民政专员任区议会主席 结果不单止以上的八个七个区议员 说不玩 但是在外面的包括许智峰 就是说曾经的区议员 曾经的立法会员 和过去一班 有些离开了香港 有些还在香港 他们曾经的区议员他都说 发表声明 表明不支持这个新方案 这个根本上就是民主大倒退 那当然了 政制和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伟 和文青局局长麦美娟 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这些声明内容 以假乱真问贸视听 而且毫无根据口号式胡言乱语 贼喊触贼 恬不知此 人家跟你说民主选举 你又说人家毫无根据 那你提出来 你这些是什么民主选举 人家说人家贼喊触贼 是你制定方案 人家赢了上届 那你们推倒重来 哪一个才是输打赢要 有时候见到麦美娟 就是抵抗你认识不了男朋友 就是为了香港尽心尽力 是不是 对的 为香港尽心尽力 来到今时今日 辩护一大堆 其实他上高所说的东西 和他们是一样的 就是说他们 你们现在说 你这个民主成分 这个才是为香港的毫无根据 跟着人家说你不民主 跟着你们就不停在那里吹嘘 撥乱反正 这样还不是口号式的互联语 明明是你们取消人家的委任制 取消的民选制 跟着你改成委任制 跟着你就说人家贼喊触贼 是你推倒重来 那到最后究竟是哪一个恬不知耻 那当然 其实 建制派说的东西 的逻辑其实相当混乱 他们做任何东西 就是口号式 告诉你 没了就没了 大家 来到这里 该选的 我赞成 不选的 我支持 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在我心目中 在这么艰难的时候 你不是建制派 你还背着民主派去选 其实相当困难 和你的成本很高 如果你不选 就是觉得这个区议会是浪费的 那你问我 我都支持 做多一次 今天早点下班 真是一般的舒服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